今天非常高興再次跟孟卡達外長 以及巴克斯達財政部長能見面 也非常歡迎申德諾部長以及郭薩雷斯署長 首次來到臺灣訪問 在上個月臺灣總統大選結束後 非常感謝奧德加總統及穆利歐副總統的支持 不僅來含祝賀 也轉達孟卡達外長在瓜地馬拉會晤部長時 再次轉達祝賀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請孟卡達外長 帶我向奧德加總統及穆利歐副總統 來表達感謝和問候 2017 年我到明加拉瓜訪問 參加奧德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回顧這三年多來 我們兩國之間 不論是各領域的合作或是官員交友的更加密切 像孟卡達外長是第三次來臺灣 每一次的交友都更加震驚 我們雙方的互動和了解 在座的聖德諾部長 曾經擔過尼加拉瓜咖啡協會主席 現在是農務部長 相信您第一次來到臺灣 可以看到街上到處都有咖啡店 一定能夠感受到臺灣人對咖啡的喜愛 尼加拉瓜的咖啡在臺灣非常受到歡迎 就在各位來訪的這段時間 我們籌組的咖啡產業商機烤沙團 也已經出發到尼加拉瓜等中美洲的友方 進行參訪跟交流 我們期待未來在雙方目前合作之下 能夠創造更豐碩的成果 就在這個月 我們駐尼加拉瓜的技術團 也剛舉行天災應變能力提升計畫的講習會 因為有在座的龔沙雷斯署長的支持 這項從去年開始執行的計畫 推展得非常順利 我們也希望透過講習會所提供的訓練 可以更加強化在地的防災體系 除了防救災的領域 臺灣很樂意跟尼加拉瓜分享 各領域的經驗 孟卡達外長和各位貴賓 都是我們重要的合作對象 再次歡迎各位來到臺灣 讓兩國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我們繼續為深化兩國夥伴關係努力 謝謝